哈囉,我們來到台鐵台北車站吃便當啦 老婆開吃 我們剛才拍的那個是台鐵的那個懷舊排骨菜飯 100塊菜飯 那個菜是菜飯喔 那邊有蝦米有油蔥喔 不一樣的菜飯喔 那100塊 然後現在是傳統排骨便當80塊的 那裡面有 有一條小魚的吧 現在試一下排骨啦 排骨跟飯就一般的飯而已 所以價錢還是有差啦 我們現在排骨 排骨應該大同小異啦 一樣好吃喔 跟剛才味道有沒有一樣 不太一樣齁 不太一樣齁 應該還是有差啦 剛才那一塊很好吃 價錢還是有差啊 用的部分還是不一樣 乳的汁還是不一樣 比較深啦齁 來吃一下小魚 有什麼魚 我就知道了 所以部位不一樣 價錢不一樣 對啦 有月餘喔 有月餘喔 okok 你現在飯吧 飯應該跟60塊一樣吧 看看 他們應該 對 對 其實想吃經濟款60塊 就很可以吃得很飽齁 老婆在看 想吃 想吃飽 而且要有豆包 其實60塊是很經濟實惠的 很經濟實惠的 是沒有這麼多菜啦 真的啦 可是60塊菜都比較普通 對啊 可是這樣可憐吃得飽啊 偏薄肚脂啊 如果想要吃好 差點好一點 就花個80塊 對啦 然後更有經濟能力一點 就100塊 對 排骨還是主張 主張的是那個他們的乳排骨啦 okok 乳蛋呢 乳蛋呢 乳蛋應該還是一樣啦 我覺得七肚的那個傳統麵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他們現在是分開乳啊 應該都一樣 okok 對啦 他蛋是比較沒有入味啦 呵呵 所以我跟你講 是不是有差 賣你80塊的 蛤 肉比較會多耶 對對對 還是有差齁 80塊的便當跟100塊還是有差 一樣排骨的 然後60塊會更差一點 可是 吃什麼肉啦 沒有什麼這麼慘 ok啦 那我就不吃了 ok 好啦 最後喜用的影片歡迎訂閱喔 拜拜再見 阿婆咧 喜用的影片歡迎訂閱 拜拜再見 再見